远方的家行走海岸现实之族 来到广西北海时 这里被誉为天下第一滩 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在水晶海滩 这里是我们北海银滩 水晶沙它是白色亮晶晶的 透明的 这里是中国西南沿海 最大的桥米安置点 曾经荒芜人烟 如今成为华南重要的渔港 单单我们桥港 每年的捕捞量 就有我们广西64%以上捕捞量 这里的居民曾经生活风雨飘摇 如今安居乐业 我们也能从你们每一位 非常开心的笑脸 感受到你们现在生活的幸福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32集 北海朝起北部湾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行走海岸线市之族 沿北部湾海域一路向东 来到广西北海市 北海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 东与广东省相邻 南与海南省隔海相望 西边越南 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 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 带来众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使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 北海的大陆岸线 加上海岛岸线长度达到500多公里 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31% 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 千奇百怪的海石地貌 也有郁郁郁郁森的红树林 和优贤安逸的海港生活 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 当地人把银滩 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 最宝贵的馈赠 而我们设置组 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了解这片海滩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 北有桂林山水 南有北海银滩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 来到这个地方 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 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 真的是太像了 我们印象中的海洋 要么是翠绿 要么是湛蓝 现在看一下 银滩附近的海域 在银滩的硬衬之下 都发着荧光 只有不断翻起的海浪声 在提醒着我们 这里并不是梦境 全世界各地 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 海滩这个词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 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北海银滩 北海银滩一直以 滩长平杀细白而闻名 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 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 一脚踩上去 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 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 坚实而紧致 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 可以不游泳 可以不冲浪 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 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 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理解 不是所有的沙滩 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为什么银滩可以 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我跟你说 因为银滩的那个沙 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我们拿起来一点 先看一下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很细的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 也就是因为它细 所以我们走起来 它像平地一样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对对 它不会那个轮胎 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那我先上来了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 距离市中心10公里 原名白虎头海滩 20世纪90年代 被列为全国12个 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银滩的面积很大 由东区 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 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 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请来了 从事多年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 副总工程师卢靖林 卢老师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 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北海银滩的特点 它首先是这个沙 这个石鹰的含量非常高 所以看起来它很白 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 我踩上去的时候 感觉就很舒服的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 这个沙滩太平整了 都不好下手的感觉 我咬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能看一下 它真的就像我们 吃着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 它非常的细 而且我拿起来 在阳光的照料下 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 一点点一点点亮的 那个亮点是石鹰吗 是 石鹰的话 断面它就是油质光着 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 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 它还不是很白 如果干燥的话 它会更白 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 眼睛都会看花的 卢靖林介绍说 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鹰 呈滚圆状 以细力沙为主 力径仅在0.25至0.094毫米之间 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 并且由于潮汐流速 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 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 沙子的力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那石鹰我印象中 它就像水晶一样 是那种通透 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 是这样的石鹰吗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鹰晶体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 对吗 可以就不说 可以这样说 那石鹰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 这个石鹰的比例的话 它超过了98% 含量很高的 很纯的 这么纯的石鹰沙海滩吗 是啊 真的 98% 那我们来到这儿 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 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对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 放眼全世界多吗 这个外面都不了解 中国就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那仅此一个 对 北海南部城区是一座突出的半岛 冯家江口处 泥沙流转向 并且速度变慢 产生泥沙堆积 这样就形成了由冯家江口 到西村港一带南部海域的大沙嘴 最宽处能达到10公里 这些大量的石鹰石的碎屑 从罐头领来 对 罐头领它是一个基岩的山包 经过风化寝石 波澜寝石的后 寝石上来的碎屑 逐渐斑 逐渐斑 可是山体上除了石鹰还有很多其他成分啊 为什么只有石鹰时到达这个地方 石鹰它那个硬度比较高 非常稳定这个矿物 所以在不同的搬运的过程中 其他的矿物它会逐渐的风化和磨失掉 所以搬运距离越长 这个层次物里边 它那个石鹰的含量越高 所以到达银滩这个位置剩下的就只有石鹰了 其他的矿物就风化侵蚀或磨损掉了 是的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 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 卢俊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 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 是不是感觉我们又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 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 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 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两三公分 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 分别是北海 秦州和防城港 卢俊林分别在北海银滩 防城港的东兴金潭 白浪潭 和秦州的三娘湾黄金海岸进行取样 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 和海洋环境不同 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 它那边的河流被淫滩 这边的右海河流大 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汁 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 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 黄金海岸的沙 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它里边就是那个 这个含量偏高 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真的比较粗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 我们现在就只能从 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 去感受它 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 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 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对 由于拍摄现场 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 拍摄完成后 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 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 显微镜下的银滩 沙里静影剔透 散发出水晶氧的光泽 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 那是因为石鹰的主体颜色 就是乳白和蛋黄 除此之外 再看不到其他汇入的物质 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 虽然石鹰含量也很高 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 这些成分使沙子 呈浸出更加丰富的色彩 难以想象 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 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 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 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 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 是完全相同的 时间和环境 会在上面涓合出岁月的痕迹 通过显微镜 沙子被放大数十倍 细小沙里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 建为之主 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 可以帮助我们获取 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 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在这里成绩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 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 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 环境质量好不好 有没有变化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对 研究沙滩成分变化 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 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 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 了解清楚 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 各种条件 作为背景资料 就要把这个工程建设 对环境影响的程度 降到最低 就是我们的目的 研究的目的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 都经历了实践的洗礼 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 也留下了海洋生物 活动过的轨迹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 沙子的秘密后 会不由地惊谈 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在大海与陆地交集的地方 都会形成海滩 而海滩正是人类 走向海洋的第一步 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 了解海滩的秘密 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 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 曾经这里荒芜人烟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 华南重要的渔港 单单我们乔港镇 那每年的补料量 就在我们广市60%以上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32集 北海潮起北部弯 正在播出 在北海的热门游客打卡地中 桥港镇绝对榜上有名 桥港是北海著名的美食圣地 辖区面积1.9平方公里 陆地面积仅有1.4平方公里 是中国面积最小的乡镇之一 然而桥港的故事 不仅仅限于美食的范畴 因为这里是中国西南沿海 最大的硅桥集中安置点 曾被林河谷难民署的官员 誉为世界难民安置的光辉典范 我们设置组在10年前和5年前 分别来过桥港拍摄 每一次看到桥港都完全不一样 10年前我们看到的房屋都不高 在当时看上去 就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镇 而从5年前开始 这里就逐渐热闹了起来 到了现在 这里已经成为了北海当地 最热闹的地标性打卡地之一 看一下我们左手边 是一条长长的美食街 每当夜幕降临 有非常多北海当地 乃至全国各地的时刻 都会汇聚于此 而右手边呢 是一个静静的港湾 停了非常多的渔船 有的上面还挂着衣服 正在晾衣服 里面透过窗 能看到沟尔瓢盆 很多生活器皿 满满的生活气息 桥港呢 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我们今天就一起 先听桥港故事 再尝桥港美食 织捕渔网 修整渔船 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这样悠闲的生活 在桥港并不多见 每年从五月前后开始 北海进入休渔期 直到八月中旬结束 也只有在这样的休渔期里 桥港人才能享受 难得的假期 而这段时间里 渔港中会填补着 上千艘渔船 非常壮观 我们桥港 大大小小的渔船 大概一千三百多岁 小港这边停的都是那个小船 都是坐前海的 外面那个大港 基本上都是去远洋捕捞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还是个小港 再看一下这个画面 是又密集又整齐 另外就能感觉到 这儿的渔民还是挺多的 这里的渔民 现在大概有六千人 我们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年销易量达 五十多万吨 拥有北部湾海域 最大渔火交易中心的 桥港镇 在四十三年前 竟然是一片 人际罕至的荒滩 1978年 受越南当局排华风波影响 大批华侨流离失所 沦为难民 其中有七千七百零三名 受越南当局迫害 而被迫离开的华侨渔民 被安置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1979年 在中国政府安置 我们七千七百零桥 就是安置在这栋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吗 对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六栋 还有那边 还有一带边 还有桥栏那边 还有 所以一共就是五十五栋 还有一部分住在这里 还有一部分搬到 安置房去了 所以过渡房 就是整备菜重建 1979年前后 刚刚步入发展正轨的中国 在当时财力紧张的情况下 依然拨款近三千万元人民币 再加上联合国难民署的资助款项 专门画出一片荒滩 为洛南归来的海外游子 建起一千多套 总建筑面积近十万平方米的安置房 现在看上去虽然很旧 但是我觉得在79年那个时候 应该条件算很好的吧 从79年到80年代 我们桥港的房子在北海算好的 但是建了五十五栋安置房 还有大小两个港口 还有学校 中学 小学 医院还有工厂 还有医院公司 方方面面都其实比较齐全的 小镇的城市生活服务的一些 基本的配套设施 基本配套都有 都有了 慢慢定居下来的桥桥 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政府部门 按照一视同仁 不予其视 根据特点 适当照顾的防针 为桥桥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 和必要的就业机会 扶持和鼓励他们发展生产 建设家园 有了政府的支持 但是龟桥们也参与进来 亲手建设自己的家园 我当时也是搞那个基础 实施建设 铺路啊 还有打砖啊 什么都干过 那个时候您十六 十五六岁 十六岁 十六岁 看到这么多栋楼房 是什么感觉 当时又建起来 那几十栋楼房 我们心里很高兴 因为从小都大 我都没住过房子 我们在越南也是在挺上生活 六岁的北海潮湿闷肉 加上我们长时间在室外拍摄 吴方全已经汗流加倍 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着桥港 当年你们这么多人回来又盖完楼 这个房子怎么分配呢 当时我们政府的按照油井的人数人头来分配 这房子呢 有一室一厅到四室一厅 一个到四个人就是分一房一厅 四个到六个人分两房一厅 六个到八个分三房一厅 八个以上就分四房一厅 就是按照油井的油井人头来分 吴方全告诉我们 当时被安置在桥港的龟桥 世代都以打鱼为生 1979年 中国与联合国难民署 共同创建了华侨渔业公社 1987年更名为桥港镇 时至今日 捕鱼依然是桥港人赖以为胜的主业 您好 我们能走进来看一下吗 了解一下 你们家原来是从越南回来的吗 就是我们老爸这一辈吧 就爸爸这一辈也是从越南回来的 这个房子是谁盖的 就是以前我们在上面住不下来 然后我们就下来这里盖 所以你们家有这个楼房吗 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二楼 你们现在还出海吗 南的出海 女的基本上都没出海了 男的出海 父女在家带孩子做家务 对 还有职网 对 吴方全告诉我们 当时回到祖国的龟桥 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广东 和广西淡家渔民后代 他们世代在海上漂泊 以捕鱼为生 如今 桥港镇的大部分居民 也都是淡家人 只不过生活方式在慢慢改变 所以你不算是淡家人 在船上长大的孩子 你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 对 对 这就是龟桥回到桥港之后 他们这位人长大 好像和出海啊 在和渔船啊 关系就没有那么密切了 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 我们政府都要他们读书的 都读书就叫他们父母 首先得接受知识 得接受教育 对 对 像我们桥港 四十岁以上的人 懂文化的很少 因为在越南那个时候 他们没读过书 很多都没读书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 对 就七九年到现在四十三年 四十岁以上就当年 出生在越南回来的人 那个时候接受教育的很少了 大家就是纯粹的渔民 对 生下来就在船上长大的 所以这个知识学的少 但是四十四十岁以下的 现在的年轻人 中青年吧 他们就是在这个镇上长大 镇上就有学校 就可以接受教育 有中小时还要有二月 曾经桥港人颠沛流离 在外面受尽欺辱 历经苦难 回国时只带回三百多条小艇 和几十艘破旧的小帆船 但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桥港人用他们的勤劳和汗水 把这里变成了拥有十几家渔业公司 各种渔船一千多艘的渔港小镇 在桥港 人们还用歌唱当地特色歌曲的方式 传唱着这段历史 在吴方全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他的老朋友卢瑞星家 他也是第一代龟桥 吴会长跟我们说 您会唱咸水歌是吗 现在行杀包括它应该还有三四个 那是能唱的 为他知道潜水歌的这个语言是什么 是北海当地的方言呢 还是有越南语在 没有 在北海方言 也是越越语 我们也是跟广东人说的话一样 咸水歌是淡家人的传统歌曲 因为淡家人事件生活在海上 他们唱的歌就被称为咸水歌 咸水歌没有固定歌谱 只有一个基本的曲调 歌词大都是即兴创作 主要用于表达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会唱这个咸水歌的人年纪都很大了吗 对对对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有一个八十岁一个七十六岁 他算是年轻的 那几个季就他十七年纪 吴会长你不会唱吗 我不会唱 以前会唱 刚刚回来的剩我在工地搞季节 剩我们几百个都是越南回来 那是青年的晚上没事做 我们的所有一起唱 我们的所有一起唱 他基本上的歌曲跟我们现在写诗一样 都是七个字 卢瑞欣说 当时在越南生活时 人们经常会哼唱咸水歌 歌词大度以思念家乡为主 而如今他们唱的咸水歌 表达的都是家乡的巨大变化 跳港四季就好风啊光 泪油海产都生意啊光 海风清凉就沙滩凉啊 特色美食都任你啊爽 像我们的歌词是桥港风光比较好 这歌词是谁写的名字一写 他是自己编辑是 吴方全和卢瑞欣告诉我们 对于桥港镇的变化 生活在桥港的本地人最有发言权 他们说 在当地有一户九姐弟的人家 最有代表性 而这家人的故事 也有些不同寻常 在当地政府帮忙联系后 我们准备去拜访这户人家 他们走过漫长的回家路 风雨飘摇 只有这个地方是回家 当年去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漂泊去了 他们感恩如今的生活 安稳幸福 我们也能从你们每一位 非常开心的笑脸 感受到你们现在生活的幸福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32集 北海潮起北部湾 正在播出 我们首先见到的是 九姐弟中排行老八的黄家浩 他准备新开一家饭店 正在忙着装修 了解到您家是一家人 一起从越南回来的 您是出生在哪一年 我出生73年 73年 那正好从五岁那年回了国 对对对 等于是和这个珍一起长大的 对对 我们肯定跟这里一起长大的 因为我们也没离开过 我们读书 住也是在这里 工作也在这里 黄家浩告诉记者 他们兄弟姐妹一共九人 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好 虽然已经从一大家 变成了十几个小家庭 但每隔一段时间 家人们就会在一起聚聚 因为我们这次来拍摄 黄家浩特意把几个兄妹 张罗到一起 准备晚上再聚一聚 在菜市场买里西海鲜食材后 我们跟随黄家浩 来到他的哥哥家 这个是我四哥的家 这个我家人 大家好 大家好 介绍一下这个我弟 我弟弟 这个是我二嫂 二嫂 这个是我大姐 最大的姐姐 大姐 这个是我的大哥 最大的哥哥 还有我大嫂 屋子里满满当当做了一大家人 他们热情地和我们叛谈起来 但黄家浩说 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要是全都聚齐的话 要坐上十几桌 姐姐最大 对 姐姐最大 那您是哪一年出生 今年有多大年纪 我本年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号 对 六十七 那就五四年 五四年 五四年 对 那九弟是哪一年 七六年的 七六 哇 五四到七六 差二十 姐姐和弟弟差二十二岁 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个大家庭 很幸福 大姐穿得很漂亮 能不能走出来 我们看一看 黄家英 很漂亮 是知道我们今天要来 所以 咱们在这里迎接我们 是吧 好呀 好呀 来看看 回来的时候 您已经二十四岁 对 那个时候结婚了吗 结婚了 结婚了 那您的丈夫也是中国人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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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龟墙 也是龟墙 所以全家人 对 就都很整齐地一起回来了 对 黄家英得知我们要来拍摄他们的故事 他首先找出一张手机里翻拍的老照片 这就是当时你们在吉坡岛居住的房子吗 是呀 是呀 是想着自己这样的一个 是呀 在这盘盘的时候就是 卖边 开边是欧美的 那个欧美的卖边是地团 我们自己的蜡 很原始我感觉 是木屋 建在海边的木屋 由于这个海水有长路 还有高高的这个木桩织起来 对对对 黄家英告诉我们 在扑安岛生活时 一家十一口人 集在一间高角屋里 那时候家徒四壁 只有两张大床 兄弟几人集在一起睡觉 可即便这样的生活 依然朝不暴夕 大哥黄家光出生在越南 回到祖国是22岁 在这期间 他经历过两次战争 因为我们经过嘛 好像我这样子 都加上六十年 六十几岁嘛 六十几岁 头不是二十几岁到越南 应该是 小孩高的时候 你也叫小孩的时候 最高是有无疑 没有有无疑 经过两次建策 家庭也消灭了 1978年 受越南当局迫害 而被迫离开时 全家人只有一艘破旧的小艇 黄家光和父亲轮流划船 在海上漂泊了整整半个月 才回到祖国 当时我们中国到三岁的时候 不是比较 没有西方没有 当时我们大家 很多人都向西方没有 但我们当时想找我们 跟我们这样的年纪 我都想找 但我爸的演员 我爸说你们别人都不想找 我爸说你们别人都不想找 我爸说你们去家 开放 我爸有一个希望 所以我爸来得出赞 我爸没给我们赞 所以我爸来得出赞 所以我们就留下来 留下来 所以这个决定当年是父亲做的 您现在能理解他当年这个决定 我们说的七国 始终我们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始终七国都是白人的屋子 人家的地方 没有是我们的地方 国家什么时候都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有着这么想法 我爸到时都是故国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回来 可能生活条件贫穷一些 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是回家 当年去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漂泊去了 所以当年决定要回来 父亲替孩子们做主留在了中国 留在了北海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 大哥大姐已经退休 几个兄弟姐妹都在桥岗 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生活稳定而富足 全家人都感激着父亲当时做出的正确决定 我们聊天时 厨师出身的黄家豪已经做好了饭菜 一家人邀请我们边吃边聊 没想到我们和大姐大哥聊天的功夫 黄大哥做了这么大一桌美食 我看了一下 基本这个菜名我都叫不上来了 那个牛肉粒还认得 其他菜这个样子 我都看不出来是什么食材做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看一下 像这个呢 远方这个呢 就是越南菜的春节 这个呢 就是很典型的淡家菜 就是我们当地的 这是什么鱼 这个是马娇鱼 像这种都是很淡家的做法 也有越南的做法 因为都是龟桥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桌美食是桥岗当地 既有淡家人的这个口味 又有越南风味的一桌美食 这其实就是桥岗的 饮食的一个特点 是融合在一起的 夜色里 一家人围着餐桌闲聊 互相谈论着最近的生活 也会对当天菜品的口味 评论一番 哥哥姐姐们关心 黄家豪装修的进展 而黄家豪更想知道 外甥有没有交到女朋友 家庭的聚会 就是这样琐碎而温暖 而一家人共同的话题 则是清晰对比的感慨 从20年去 我们没想到 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生活 真实 真实 我们今天也没想到 今天我们的生活 是到这么多水平的 之前没想到 睡梦都没想到 真实 所以即便是20年前 都不敢想 这20年的飞速发展 特别坐那十几二十年 非常之好 更加快 还有我们瓜哥 看到非常幸福 就是坐着这么稳定的国家 非常之稳定 所以我们真的很幸福 你看到那些国家打仗 我们跟过 海洋 打过仗 走过 我们认识 但是这种过程 有这么稳定 生活 有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真的很开心 黄家英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曾经经历过风雨飘摇 和居无定所的日子 所以桥港人才对当下稳定 并且幸福的生活备感珍惜 而当下的富足生活 又让他们对未来 更加充满期待 我们听说 地理为之 除了在客观码头边头 又要入卑椒岛 要入卑椒岛 另外一向 还有支排 1个羊 鱸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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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驹 我们把它拍到 所以我们听说 以后再来 发展的旁渡 我们也能从你们每一位 非常开心的笑脸 感受到你们现在生活的幸福 但是你们曾经有过 在国外生活的经历 也确实感受到了 这些年生活的变迁 今天的幸福也是来之不易的 其实来之前我看资料的时候 下面写着 这里被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称为 世界安置难民的光辉典范 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 不太理解的 但当我感受到 今天看到了这些之后 我忽然间就想通了 这里为什么会成为 这个世界的光辉典范了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这里之所以有今天 这样的一种情景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 情感因素在其中 他们都深爱着祖国 也深爱着这片土地 所以他们愿意努力地去工作 把这片为他们留下的天地 建设得更好 才有了桥岗的今天 所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好 谢谢 好好好 越来越幸福 与黄家好一家人告别后 我们再次走上桥岗街头 夜幕已经降临 安静了一整天的桥岗 变得热闹起来 黄家好特意提出 带我们再逛一逛 因为夜晚的桥岗 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这个美食街到了晚上 可以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对 两边是灯光闪烁 比我们几年前来的时候 好像要宽敞了一些 对 大概九点半人更多 现在是吃一点晚饭的时间 这里他们都会坐在外面 等到九点半的宵夜时间 这里更热到 这里就堵满了人 所以我们突然 沿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店主通常不会花心思起名字 就按照门牌号来命名 所以我们能看到 七号八号这样的数字 出现在招牌上 你们是从哪里来 我是当地人 我是当地的 我们是从军南 所以你招待你外地来的朋友 对 来到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是你们北海本地人 招待朋友 会推荐大家来的一个地方 因为桥港实际上 它是一个有越南风际情的 这样子的一条步行街 所以说它整个一个商业的 一个液碳分布会相对比较偏向东南亚 它是比较特色的一条步行街 所以说外地的朋友过来玩的时候 是比较建议来到这地方来打个卡的 桥港美食以海鲜为主 越南风际淡加特色 融入其中 炒锣 卷粉和炒冰 都是最受欢迎的小吃 桥港每年接待游客量 能达到三百多万人 你看这里有间宾室 是以前你们南部主也拍过的 现在这个店这么大了 是那边还是吗 拐过去还是 对 这边也是 都一起了 这是我们一带一路系列节目的时候 拍摄过的这家店 现在这么大了 还在排队 对 生意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对 要来对了 我们在店里见到了这家店的店主人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江翠芳 六年过去 他本人没有太大变化 生意却是越来越红火 我其实一路走过来看到 写炒冰的门店 每个一百家 也有个五十家吧 都会包有 为什么你们家的生意这么好 在这里二十年了 这一个月 这个流水有多少 能不能我们讲一讲 流水有多少 对 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 一天 最多的时候能过万吗 差不多 节日的时候会过万 江翠芳说 炒冰是小本生意 能有如此高的收入 完全依赖桥港 越来越多的客流量 有人发以前 你们的视频过来看 以前的没那么多 我也是在视频中看到 对啊 胡欣当时台方你 你看 这个街条街 街道还没有这么亮 这灯光 对 没那么亮 感觉还是很老很久的 对啊 一路过去了 是吧 而且这边也有很多人 那街道变化很大 你的店变化 是桥港出名了 因为我们桥港的 做吃的比较老实 真材实料 所以好多人都过来这里 口碑比较好 对 是的 最近几年 江翠芳也在不停地研发新品 他在原来炒冰的基础上 加入了酸奶 使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 芒果酸奶的 这就是创新的吗 这是芒果酸奶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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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冰ör的那个雪 绵光 很绵 炒冰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潮湿年历的夏天里吃到嘴里的那一口冰凉 因为是把水果榨成之后炒制 所以它保留的水果本身的味道 完全没有冰渣 入口即化 是不是希望自己的餐厅以后也像这么多 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味道要做得好 价格要实费 对 是啊 而且重要的是什么 真材食料 真材食料 对 对 对 是啊 如果把这些抛票的根本没有生活 对 对啊 你看我们六年前 这个大杯的还给你说12块钱 那现在卖多少钱 才卖13块 15年才卖1块钱 江翠芳的炒饼点在这里经营了20年 如今已经成为桥港最有名气的店铺之一 就世界国家现在繁荣昌盛 冷冷定定的 安安心心的 在这里过日子 看得出江大姐是很懂感恩的 因为他们都是归桥嘛 是 归桥 所以回到这儿开始做生意 觉得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 都是祖国繁荣昌盛 有着稳定的日子 才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大 是啊 对 如今的安稳对于桥港人来说格外珍贵 他们在自家楼房和渔船上都挂满了国旗 表达着对祖国的感恩与热爱 临近九点 桥港越发热闹起来 通过一天的采访 我们看到了鱼缸里停泊的千艘渔船 参加了热闹又温情的家庭聚会 再次见到了曾经拍摄过的老朋友 他们安稳的生活 他们朴实的话语 他们对桥港深刻的情感 都让我们印象深刻 不禁想起那句话 此心安处是无乡 北部湾连接着北海和越南 所以就成为了这些越南龟桥们 最近的一条回家路 四十多年的时光 有苦有甜 日子一天天在改变 桥港也一天天在变美 时间走到今天 我们来到桥港感受到的是 热闹且幸福的小镇生活 而今天的岁月静好 是因为我们的身后 有一个强大祖国 有一个强大祖国